能够团结 希望南传 北传 藏传 都能够团结 每个道场一定有它的风格 我们要尊重 就像我常常比喻的 你喜欢吃高丽菜 他喜欢吃白菜 很好 但是都喜欢吃青菜 为什么要分两个桌子一起吃呢 为什么不能在同一个桌子吃呢 各位想一想 各位在座可能有很多 佛教团体的护法委员干部 你都很想发心发心来请法 请问你要先想 你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菩萨要同一条心 新加坡就这么小了 大乘佛教要团结 南传 北传 藏传 要团结 不要说中国人的个性 如果佛教不团结的话 我告诉你 魔王最高兴啦 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 我都还没有信心恐怖一样 这个吵架 那个是非 那个斗争 佛教就垮了 自归医生 同理大众 对不对 一切无碍 怎么样同理大众 先和和 这是我很真心话 所以各位联友 如果能够和和 我就会继续来讲经 如果大家不和和 对不起 拜拜 我就去其他国家 讲个笑话给你听 很多email给我呢 送很多email给我 信红法师 你讲普贤 十大愿 你说要修平等心 我们很吃醋 你最不平等 你为什么每一年都去新加坡 你为什么不来我们的国家 我说因为新加坡的 年有有缘 我讲他愿意做 其实我不是很重要的人 马来西亚也有请我奖金 印度尼西亚也有奖金 香港也有奖金 德国也有请我奖金 巴西也有请我奖金 我都还没有排到他 那假如我来苦口婆心的讲你 劝你们 你们不愿意和和 也不念品原品 你假假的 我也假假 那下次就 拜拜 See you in the dream 梦中见吧 了解吗 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为什么我们请很多法师 他都不来 我先反问你 假如我真正来新加坡 住三个月 天天都奖金 你能不缺席吗 不是说一个礼拜天天讲 一个礼拜讲两次 我三个月都来奖金 刚开始很多人 后面一半人 最后跑光光 就生我一个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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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可能是跟 Winor跟慕尼一起念谱 闲行愿品 好今天往今 奖金圆满回下 所以是不容易的 听好 我们读经归读经 文字跟为尊 可是你要想 我真的愿意发心吗 不要说 我的理念跟你的理念不同 那一定有共同的交集 就好像开会一样 大家坐下来一定意见不一样 你看我们在场有这么多联友 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没有错 但是我们有共同一样的心 我们想成佛度众生 不管你跟这个道场有缘没缘 你都会生欢喜心跟随喜 对不对 假如呢 你分一派 他分一党 他分一国 他分一条 我告诉你 那甚至是都往生了 对 所以 相信我 我真的是修平等心 我会看你的动机 我会尽量满你的愿 你要不要觉得 哎呀我对师父好一点 他可能就去我这里 你以为我是谁 不是 你要真心 然后很多联友也会这样 哎呀师父好喜欢你 我们来听经 我来讲经的时候 他也不来 为什么 很奇怪 会吗 有DVD 当然对不起 我不是讲在座各位 在座都偉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法要同共发心 要珍惜 或许由这个道场出义工 那个道场出场地 那个道场出录影设备的人 这个道场出什么 大家一起同共发心嘛 对不对 那你会说 师父我们很想这样 可是有些师父不一样 坐下来 大家一起谈嘛 都是佛的弟子 为什么不能谈呢 那不谈呢 那不谈呢 就很难过咯 这就是众生没有福报咯 是不是呢 请看 B 为不共的善根 聚聚故 每个众生的善根 有相同跟不相同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要找聚聚故 就是要找交集 一起发心 C 为诸其他的菩萨 同一个攀缘 常不离菩萨的平等心 菩萨要有平等心 他讲同意攀缘是听好 这里不是指攀缘心 是指好的 共同来一起讨论 做一桩事 菩萨要有平等心 不要觉得这个是功德主 我就对他好一点 那个人没有钱 就不要理他 这样子不考 这样的话 你将来就会遇到 文书普贤跟观音 亲自来教训你的 我在2003年 在大飞中心的时候 讲过普贤行愿品 有很多故事 各位可以上网听 讲的都很多都是 你平常最执着 最讨厌的 嘿 有一天观世音菩萨 就来度你的时候 就献那个东西来考验你 这是真的 对不对 比如你最讨厌 臭臭的贫穷人 有一天呢 你在寺庙里啊 你不是要点灯吗 有一个掰咖的人就来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的 真的啊 你平常呢 要有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啊 当然也有些会发疯的啦 吵闹的 那你要去照顾他 你的心要有平等心 不可以看不起他 所以我勉励 商业精神的所有的干部跟学生说 所有人到我们商业精神来 你都要把他理尽诸佛 当为佛菩萨 有问题 你跟师父讲 师父会处理 你心态里面要恭敬别人 你不是每天拜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有一天呢 这个掰咖 又很臭的人 你讨厌他 结果他跟他 小子 我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的 那时候呢 你会放声大哭 你会非常后悔的 你天天拜观音 观音菩萨来 他就是来视线你 视线你度你的时候 不一定都是非常庄严的 还有放光的 还有微笑的 有时候他会度你 最执着的方式 他会来视线给你 这很重要 平等心 再看丁 为发起自心 入如来微神 就菩萨呢 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呢 从自心开始做 他最有功德力 可以引导一切众生 进入法的功德 如来微神力 一 菩萨有行大乘行愿的时候 他是得不退转 不退很重要 简化起来 永不退心 有时候我们菩萨 佛弟子行菩萨到 碰到困难的时候 会退到心的 这是正常的 就像我常常英文讲 Up down Up down 有时候你觉得听经 很高兴 听风法师来 哦 发起充满了 对不对 等我走了一个礼拜 再走一个礼拜的时候 就抱歉了 明年半年来的时候 又开始发起充满了 没办法 终生的业就是这样 可是呢 要鼓励自己 碰到再大的困难 都不要退到心 这样子你的行为 慢慢会跟呢 六度波罗蜜 跟神通波罗蜜相应 这里的神 我讲过 神是指神奇变化 通是指通达无碍 所以真正的大智慧 就是神通 F 为游行诸富世界 会引到 引到诸大众论故 引就是像引子一样 他呢会跟大众呢 很喜欢讨论各种佛法 所以佛弟子跟佛弟子之间 在一起啊 不要讲八卦 多谈一些佛法 我发现有些莲友 很难得 他很想精进 可是有时候习气很难改 莲友跟原友来参加 共修啊 比如初一十五诵经 刚开始很高兴聊一聊 你最近好吗 最后就是讲一讲八卦 讲一讲是非 不好 少讲一些八卦 不要讲一些善心杂话的话 谈佛法 谈相互体会的道理 谈相互勉励的 这样子才有意义 G 为自身故 要顺恒顺众生 进入各种不同的场所 这个很不容易 比如说 有时候你陪你的家人 到外面去 行菩萨道 有时候陪你的同事 听好 入诸深处 各种众生的处所 这个处所 听好是要好处所 不好的处所 如果违反五戒十善的 比如像红灯区 像Galang 新加坡有Galang 对不对 这一区最好不要去 不过很奇怪 很多庙都在Galang 你们懂我的意思 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政策 没办法 对不起 我也没办法 不过呢 我觉得你要去度众生的时候 有些红灯区 赌场 或是很多 night club 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你不要哪天被狗仔队拍大了 哎呀 你就麻烦了 出家众尽量要避免 不要去这种地方 因为呢 人家呢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纵使你的心很亲近 可是你不是登地 出地欢喜地的菩萨 真正出地欢喜地菩萨 是可以去度妓女的 度屠夫的 是度猎人的 可是呢 天龙八部会互念他 他 人家不会毁放他 对不对 所以 佛地址去度众生 有慈悲有智慧 但是地点要很谨慎 假如你看 比如在Galang 对不对 你突然看到一转头 一个星红字跑出来 那你怎么办 那你要先问我 师父你来干什么 对不对 你不要看到我 你怎么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也会 你怎么也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 不要轻易去诽谤别人 也不要去猜 对不对 那万一我去看一个莲友 他生病了呢 我不一定要告诉你 你会说 师父你怎么在这里 我反问 你怎么也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纯心很重要 那有些地方 所以菩萨秤 听好要大秤 在家出家都要菩萨 因为出家人有出家的威仪 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去 因为众生会毁谤的 以僧文界是不可以 当然以菩萨界来讲 也要很谨慎 像文殊师利菩萨 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 以后我再讲文殊菩萨 很特立的故事给你听 对对 他连呢 公妃财女 妓女 猎人跟那个屠夫 他都可以去的 每次大家生都很不高兴 你看这个文殊 结下恩君又跑掉了 他不去到哪里鬼混了 问题他是大菩萨 他去度众生 所以你真正信念正确的时候 你不用怕众生毁谤你 但是你要有智慧去选择 接下来看H 为具足不思义大秤故 为行菩萨道故 所以要学大秤佛法 所以你要肯定 大秤佛法是很殊胜的 好 这是行大秤菩萨道故 请看幻灯片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 在讲经的时候 他有功德力 这是廉池海会佛菩萨的图 他可以射受两位菩萨 在他前面顶礼 他也可以射受呢 第四天大凡天王 无量的天众 都会来听闻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佛有这个功德力 出地菩萨欢喜地 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 一百个世界的天人 通通都会来跟佛 跟佛乃至于出地欢喜地菩萨 请法的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 什么时候不度众生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我要反过来问 佛弟子是发愿要广度众生的 我们四红事愿不是发吗 众生无边事愿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什么时候 不要度众生 答案是先给你回答 请看 他说师父我的分享 在迷失自信的时候 第一个 第二个 在没有开悟之前 我们不要度众生 虽然说自己也是众生 可是在 未证到佛果之前 自信的佛性 没有办法显现 所以只能度自己 不要度其他的众生 只有证悟的菩萨 才能度一切有情众生 下面他说 佛跟菩萨 广度一切众生 没有一众生得度 没有众生得度 这是正在金刚经讲 那师父很感恩你 这几天苦口婆心讲经 神故意给我们动动脑 我是很真诚的 那如果我被你骂 或是你讲我会我开悟的话 我就多多的骂我跟讲我吧 答案 阿弥陀佛 我不会骂你的 我会劝你 因为现在的众生 你骂他 他会恨你的 咬牙切齿 心虹法师都骂过我 可是我对他好 他都忘记了 所以答案是呢 第一个 菩萨要广度众生 没错 但你写下来 菩萨不要急着度众生 急着度众生是不对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道场 你现在只有十个人 你很急啊 我们要搞一百个人的 一千人的法会啊 对不对 这叫急着度众生 挺好我讲经没有暗示 你不要想到哪个答案体 脑筋不要这么多根筋 知道吗 少一点筋比较好 专心听 就是说你现在有多少众生 你就度多少众生 不要急着度众生 急着度众生 你的心中是急的 你是度不了众生 反而会被众生度走 第二个 你要问你 你度众生之前 你能够经得取 五欲六成的考验吗 你不要认为讲法是很容易啊 我记得二十年前 我的师父啊 劝我们呢 出兄弟要轮番善症 要赴讲的时候 他对我们一些出家众的男众啊 就曾经有一天讲 讲经的法师功德很大 但是讲经的法师 也会堕落在 财色明十岁 地域五条根啊 他是对我们内部的出家众讲 没有对外公开 因为你们没有出家 所以不用跟你们讲 但是要讲的重点是说 在五欲六成里面 你若不能超越的话 一个女众来 你的头昏昏啦 你还度众生 你不要被众生度走了就不错 对不对 所以度众生是不容易 第二个你要想 我能够超越五欲六成的烦恼吗 假如不能 你有这个愿 但不要急的度众生 慢一点 没关系 你还是要发愿 因为你不发愿 你将来是不可能成佛的 第三个 要无所求的度众生 不可以有所求 比如呢 度众生呢 看看他的名片呢 他是董事长 我跟你好有缘啊 下次来吃吃饭 其实你的心是有目的的 我从来不做这桩事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台湾有一个 燦工 燦元老和尚 对不对 是一代高僧 他现在还在 八十几岁了 他持戒非常的庄严 现在还在 非常的庄严 一代律师 他也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他在年轻的时候 要建联音寺 建联音寺的时候 你知道建寺庙 当然就是要钱 要才能建设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并没有跟人家话远 他只有跟有信心的佛弟子讲 突然有一个呢 当时 我看 我出教二十年了 应该是二十五年前吧 有一个功德主 准备了一百万台币 一百万台币是多少新币 五 一百除以二十 五万新币 这么多 二十五年前 很多钱很多钱 五万新币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是个大功德主 然后呢 他来建 燦元老和尚 然后呢 他叫师父啊 对不对 他希望师父对他好一点 师父呢 坐 过堂的时候呢 一样呢 吃得很简单的放 他也没有说VIP 给他吃得非常非常好 就跟大僧一样 那他就希望师父对他好一点 参功师父才不做 他就说师父啊 听说你要建寺庙 是不是 哎呀 我很仰望你的 实戒的威德 我可不可以呢 做功德啊 他已经准备好 五万新币的支票在后面 他只要参元老和尚呢 点头啊 他就跪下来很庄严的供养 他本来想老和尚应该会欢喜的 结果你知道老和尚怎样 打了一个桌子 你以为我是谁啊 你以为我要你的钱啊 拿回去 你这么不清净的供养 我才不要呢 他笑了一跳 对不对 后来呢 参元老法师呢 他要建这个寺庙 他拜什么 拜药师佛 他每天念药师咒 一直念一直念 后来呢 他的寺庙全部都盖好了 自然天龙八部会来误法 我讲个误事 你不要误会 不是说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时候 不是 而是作为一个佛弟子啊 你要度众生啊 你要有品德 要有修持 要有功德力 不要认为你自己很圆容 哎呀有些小动作 所以你听好 法师是属于所有众生的 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你虽然跟我很有缘 我也很高兴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我的品德 我也不是任何人一个可以控制的 你真诚学佛法 我都会对你很好 你若是来做 登登登登登登 我跟你讲 我三下就把你踢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法要虔诚 供养是在你的心 不要去做世俗的 我觉得有些佛教徒 讲了念 波尔波罗密修心经 其实还是很在乎世俗的东西 这样子你很难开悟的 所以你这里讲说 要不要度众生呢 不要急的度众生 要发愿度众生 这是对的 不要急的度众生 不要呢 没有超越五欲六成就去度众生 第三个 不要有所求去度众生 下面一个你说 菩萨要广度一切众生 要学无量的法门 这是的确的 那当然呢 那可能对你来讲很难 对不对 那你可以呢 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成愿再来度众生 或是你来生 登到出地 欢喜地菩萨的时候 你再度众生 那你现在可以 送你四个字 随缘帮助众生 请写下来 随缘帮助别人 这就是你的菩萨行 比如说 从你的亲朋好友啊 你给他DVD啊 BCD啊 他接不接受 没有关系 现在有听经啊 有共修啊 有初一十五活动 你好意告诉他 就是度众生 他来不来 随他 最多关怀三次 不要呱啦呱啦呱啦 你怎么不来啊 不然我们就断交哦 哎呦 威胁别人呢 这个不是菩萨该做的 你把机会告诉他 但是不要强迫他 所以菩萨一定要发愿度众生 结论是第一 不要急着度众生 第二个要超越烦恼 才能度众生 第三个 不要有所求度众生 希望你要随缘帮助众生 这是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接下来师父 为什么在轮回中 没有前世的记忆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真的有来世 请问如果没有记忆跟思想的话 那来世的人格的连续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 活的一次跟活很多次 又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可能是佛学班问的 没关系 你问得很好 师父会答 第一 人在轮回当中 为什么没有前世的记忆呢 答案是你忘记了 你在死的时候 很痛苦 身心分离 以中阴身救度经 或大乘经论告诉你 那时候为什么说 净土中不要摸他 不要哭 因为你碰他的时候 像五百个刀子 插他一样 他身心就在分离 那外业力又显现 那边有喊爸妈 又吵架 又分财产 他心很乱的 那个时候呢 他一投胎转世 他所有就忘记了 第二个在父亲母学呢 还有神室呢 中阴身投胎的时候呢 他进入妈妈的子宫里 这一生跟一死的震撼啊 太痛苦了 所以他就忘记了 所以佛经曾经说 我们为亲人所流过的眼泪 像四大海水一般 无量无边 我们都忘记了 你看想想看 然后呢 我们一生一死的脱胎换骨的骨口啊 堆起来 假如看得到啊 像须弥山这么高 我们都忘记了 所以我们若没有学佛 是很可怜的 那学了佛 有些人也是放不下家人 那爸爸妈妈死了 哭得非常的悲伤啊 甚至呢 快要了 已经疯掉了 对不对 前几天 我不是讲一个故事吗 我的外父母 外婆往生 我的外公 对不对 不是坐在门口 哎呦 外婆怎么还不回来 对啊 他真的老了 痴呆人一样 因为一生一死一死 一生的震撼啊 所以让他呢 这个前世的记忆都忘记 所以有些小朋友 刚投胎的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他不太会讲话 会讲爸爸妈妈 可是他前世的东西 他是记得的 但是长大以后 青春期啊 烦恼多的时候 他前世的东西就忘记了 所以我常常说啊 夫妻同修一起学佛是很好 牵手也牵手 不要牵手骨啊 牵手牵手 不要牵太久啊 第二个问题 如果真有来世 人的没有记忆和思想 请问人格如何连续呢 你的人格特质连续在你的心念里 你的心就像computer的database一样 所有的东西你都会记忆 怎么说呢 有时候你这一生会做梦的时候 梦到有一些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在他方世界的事情 或是在古代的事情 所以这个例子可以说明 人是有继续轮回转世的 其他的宗教 有些宗教接受来世 可是像基督教 天主教呢 他们不一定接受来世 第三个问题 师父 人活着一世 跟活着很多事有什么有没有区别呢 有啊 假如你是迷惑的话 听好 活得越多是痛苦越多 可是假如你是觉悟的话 活多一点比活一次更有希望 假如你活得越多事 那你也很高兴啊 我来生可以讲经说法利益众生啊 对不对 所以人的寿命呢是无有穷尽的 比如说我今生讲不完 很惭愧 我发了很多约要讲很多经啊 讲不完怎么办 没关系 我来生会成愿再来 我来生一定会从净土成愿再来 但是你不一定认识我 搞不好那时候变成一个 American 或是呢 Westerner 你也不知道 或是呢 变成华人 你也不知道 或许我变成一个西藏的人不见 你也不知道 没关系 我会有千百亿化身来 我一样弘扬佛的正法 所以觉悟的角度来讲 因为有很有更多的生命 所以你要很高兴 我有更多无有穷尽的时间 无有穷尽的空间 有无有穷尽的希望 可以帮助更多人 好 下面一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再答一个问题就结束 师父很好 晚上我来听经很欢喜 可是我学佛不久 我觉得我学佛之前 好像没什么烦恼 现在念经念越多 我觉得烦恼自己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我修错了 或者我身口意义不清净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今天下午会客也有问我 好 没关系 你虽然是出学 可是你很真心 我打一个比喻给你听 在新加坡比较好 没有台风 没有地震 在我们台湾 是有台风跟地震的 比如说住在海边 知道吗 平常啊 那个河流呢 是很肮脏的 河流里面有很多雨 我们平常不太容易看到 我们出去淡水玩啊 就是去逛街啊 或是shopping啊 或周末weekend呢 enjoy your time 就是放松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海边啊 照照相啊这样 其实河里面呢 肮脏的时候呢 是很多很多的雨 可是我们台湾人也习惯 当有台风来了 你们台湾 你们新加坡看到台风 实在很可怕 其实我们很习惯 从小训练 台风来了呢 就把窗户关好 不要出去 出去要戴安全帽 因为怕kampang打出来 那你就说 阿弥陀佛了 到了吉了净土了 那呢 要准备手电筒 蜡烛 有些准备泡面 那就在家里 24小时之内 不要出去就好 好 等到台风完了以后呢 过完以后 这个警报解除了以后 你去河边看 哎呀 水非常非常的干净 肮脏的东西都冲走了 然后你突然就 哎呦 好奇怪哦 怎么现在河里面 这么这么多的鱼啊 我以前都没有发现 我讲这个例子 就是比喻你的心 其实没有学佛之前 你的烦恼也很多 妄念很多 可是你没有看到 没有察觉 了解吗 现在你跟我讲啊 你的心啊还是很乱的 为什么 开始急着 几点了 对不起 sorry 要回家了 你的心就讲 我要赶快回家 要做这个做那个 明天要做工啊 要做什么呢 其实你的心很乱的 可是我们不常意察觉 所以我们反而是在 打坐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或念佛的时候 念经的时候 才看到 哎呀 原来我的心这么乱 很好 这表示你真正用功 你才看到自己的念头 一般人看不到自己的念头的 但注意听 不是说 念佛是因 念经是因 看到心散乱是果 答案不是这样子的 是呢 你本来的心就很乱 你因为念佛 念经打坐 它像照妖镜一样 让你看到 哎呀 哇 原来你的心这么乱 没有关系 继续念 继续修 好 你不要去执着 有时候你看到你的心 像录影带一样 有时候心呢会显现 有一阵子你很用功的时候 啊 发喜充满 做好梦 有一阵子不用功的时候 晚上呢都是做噩梦 不要怕 好跟坏都是过程的 所以答案呢 请你 很好 It's the good side of your practice 这是你真正用功 才会看到自己的心 继续用功 再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假如我现在从海银股市 准备回台湾了 我请海银股市的人 送我到机场 这是比喻而已 注意听啊 然后呢 假如现在我选的时间 刚好去搭飞机 结果塞车了 那塞车就塞车咯 你急了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可是你塞车的话 也没有用啊 它就慢慢开嘛 那你知道会塞车的话 你就早一点出门嘛 好注意看 从海银股市 往东边到机场 有一段路 纵使塞车塞在半路 虽然塞车你觉得不舒服 可是我问你 靠近机场 有没有近一点啊 有没有 各位又睡着了 有没有 有嘛 对不对 海银股市离机场比较远 可是假如你塞车 塞在一半市区 对不对 虽然塞车你觉得不舒服 可是呢 比起你啊 去机场还是很近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虽然我们是凡夫 我们还没有登到出地欢喜地菩萨 我们的心会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但是你真正的发愿 学习菩萨道的话 一定比你靠近 成佛的路已经很近了 了解吗 好 今天讲经讲到这里 问题回到这里 谢谢各位 四页第十七行 今天从悟九 初无量法音愿 开始讲起 昨天讲到悟八 行大乘菩萨行愿 今天讲悟九 初无量法音愿 请看经文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呢 再过两三天 这次讲座就圆满 所以各位 今天心脏要好一点 我飞机要开得很快的 不然会讲不完的 不过我会尽力 该重要的重点 我还是会说 将来还会有DVD 你可以复习 所以有些东西 一下子不能体会 不要气馁 经文有无量意 慢慢体会 请看悟九 初无量法音愿 卫生不退转型 菩萨行故 事实上这一段里面 它也有分为ABCDEF 请看幻灯片 这是我加上去的 就是说 卫生 生是一步一步 步步高升 不退转型 就是菩萨道 发菩提心是很难的 佛陀曾经对大乘弟子 以及无量的弟子说 第一个要得到人生很难 第二个 重心你得到人生 有些人不一定相信佛法 所以第二个 要相信佛法 也很不容易 第三个 你相信佛法以后呢 要归三宝 也很不容易 第四个 归三宝以后 要持戒定会 要持戒 有些人很想学佛 可是一听到持戒 就会怕怕的 持五戒里面呢 挑三拣四呢 还要选个一条 两条 师父我会不会开源 以下下 当然啦 每一个人的因缘是不同 所以第四个 要持戒很不容易 第五个 要听闻善知识 以善知识 而得到闻思修 也很不容易 第六个 很难的是 要发广大的菩提心 度众生 第七个呢 是要行六度万恨 第八个 最难最难的 就是这里讲 不退转 就是说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或业力的时候 现前的时候 甚至呢 你在帮助众生当中 众生还陷害你 拍卖你 出卖你 可是你永远 不放弃众生 这叫做 removable stage of enlightenment removable 就是不退转 这是很难的 所以我常常 对我有缘的学生 说两句话 虽然口起来 是老生常谈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 喊口号 因为喊口号没有用啊 对啊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去佛会命 对不对 喊了半天 没做没有用的 但是呢 有些好的法语啊 我觉得应该常常的 勉励自己 也勉励同修 供养大家两句话 第一个叫 同共发心 出自于地藏经 地藏经 最大最大的功德 有很多很多 可是最重要是 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要一起同共发心 今天你看到 全世界的佛教 尤其是华人 东南亚的佛教 大乘佛法 为什么这么殊胜 它不是靠一个人 或两个人 就算在台湾 我们今年是民国 九十七年 再过三年 我们中华民国 就建国一百年了 你知道我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也是国民党的 非常忠正爱国的 我记得国父讲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你看中华民国 多可怜啊 一百多年来 对不对 死掉多少人 改朝换代 一直到现在 好不容易才有一点点的民主 那因为历史的因素 跟政治的影响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高僧 是从民国三十八年 到香港 然后香港到台湾 我是民国五十五年出生的 出生的时候来自小朋友啊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佛法 到大专院校的时候 我还听闻到佛法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台湾佛教 将近半个世纪 也是很多很多的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不单单只照你知道的五大山头 什么叫佛光山 慈激功德会 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出家众 无量无边的在家弟子 同共发心 而看到了一点点小成果 假如很不幸 有战争或业力的话 那糟糕 大乘佛法就全毁了 那有人会问我说 师父万一战争呢 来的时候怎么办 很简单 那你又念观世音菩萨法 我念 你就一直念念念 假如你不小心 哎呀要死了 那就恭喜你 往生进佛国土吧 你的业力已经到了 但是万一在战争以后 你还留得下来的话 你更应该发 永不退心的菩提心 因为你的因缘跟众生有缘 所以你应该勇敢的活下去 继续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所以不论在家出家 所以为什么说 菩萨界殊胜就是这样 所以要永不退心 第一个要同共发心 在家出家 要同共发心出于地藏经 第二个永不退心 这句话出自于华言经 华言经里面 为什么说华言经 法华经 波尔经是大乘佛法的精中之王呢 因为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力 无量无边的功德力 当然是不可能几个字讲完 但是你要说 我能够跟各位分享的呢 就是永不退心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假如你遇到了困难 人家毁谤你 但是天龙八部之道 佛菩萨之道 所以你应该永不退心 所以这个永不退转 简化起来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在苦难当中 你自己苦还能够帮助众生 代表你有菩提心 大悲心跟菩萨界 在所有人不愿意奉献的时候 你愿意奉献给佛教 奉献给众生 那你是很了不起的菩萨摩赫萨 虽然我们是人间的凡夫 但是你尊贵的菩提心啊 会让呢阿罗汉 那些身文跟原觉的圣者 看到你他都会合掌 因为他会觉得 你是一个出发心菩萨的佛弟子 这是了不起的 菩萨行故 就是行六度万恨 第二个 B 为身口异业 不空过故 请看幻灯片 我们人生来这边 身大家知道 不要造沙道淫妄 口不要做妄语两舌 恶口等等 异业要清净很难 不过我觉得佛教徒呢 应该让你的身口异啊 不要空过 不空过这边讲 不要空过的意思 意思说你不要浪费 你一生今生的生命 体力 能力跟才华 你想想看 每一天要忙的事情很多 处理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要想 你的心起码是 永远抱着帮助别人的心 这样的话 你的心就会有意义 你的身就会转成为功德 口也会转成功德 意业也会转成功德 这叫不空过故 后面我还会讲故事 我先解释文字 西急于见识 令决定佛法故 这里的见有两个字 古汉文有时候是指出现的现 看见的见等于出现的现 意思是说 当我出现在众生之前的时候 我都要让对方听到佛法 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 跟他陪陪他 对不对 在谈话当中 关心当中呢 你也可以讲一两个佛教的故事 鼓励他 就是令决定接受佛法故 但是不要太强迫 对不对 你可以关心他 你可以谈世间的音乐 艺术美术 但是你要跟他谈一谈 佛教的精神生命 就像今天司仪讲 Spiritual life 是很不容易的 你要是建立你 这个精神生命的学习的基础 第二个是说 希望你出现的时候呢 能够让他产生欢喜心 觉得佛教徒是给人家欢喜 给人家慈悲 给人家智慧 永远不放弃众生 愿意帮助别人 所以这个见可以有很多意思 这没有打错 这是古汉文 看见的见等于出现的现 第三 第一 祭出一音声 另入智慧故 你常常要用你的声音 去讲一些好的话 去鼓励别人 让他慢慢慢慢的有 释出世间的智慧 我发觉有些佛教徒 在一起谈佛法是很好 但是有些女众的那个联友 在一起呢 就喜欢讲八卦 这样不太好 你到寺庙里面 还讲什么八卦呢 东家常 西家常 讲这个师父赛 那个奖金不好 这个佛道场呢 庙香火很盛 那个师父呢 感应很强 其实不要讲这些 讲跟佛法有关的话 讲释迦摩尼佛的正法 鼓励人家 就像司仪今天讲的 南传佛教要八正道 这个联友跟联友之间 应该相互鼓励 所以你出的音声 若能够去感动别人 您就会让对方产生很多的智慧 当然这里的智慧 也有分不同的等级 在五十七页里面 待会后面会讲 有世间的智慧 有初世间的智慧 还有圣人的智慧 还有菩萨的智慧 还有佛的智慧 它是有深浅的 请看下面 一 万灯片 为基于信实 另转烦恼固 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这是真的 可是呢 有些人烦恼是很苦的 因为他造了很多恶业 那有些人造的这个烦恼呢 是自造的 没人害你 可是呢 你总觉得呢 人家对你不好 所以烦恼有很多很多的种 第一种是过去的恶业 第二个是现在的烦恼 有些是内在的烦恼 有些是外在的烦恼 所以修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转变你的烦恼 所以前几天我介绍 要转念头 转念头有很多很多方法 请你自己写 第一个 基于信实 对佛法有信心跟好要心 也会产生转烦恼的力量 第二个 好好的修持 心中常常有正念与觉知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你也可以转你的烦恼 第三个 透过止跟观 让你产生enlightenment 有时候有small enlightenment 有时候big enlightenment 没有关系 就透过止跟观 让你产生觉性 第四个 怎么转烦恼呢 灿除业障 Remove your obstacle and difficulty 除去你的障碍跟困难 也会让你转烦恼 这四个方法 是写在刚波巴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 这里我补充一下 我有时候也是要留一点笔记给你们记得 不然听得太发喜 冷气太舒服 就睡着了 对不对所以要留一些功课给你们做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要有幸乐心 就是strong devotion and happiness toward three dual 对三宝有强烈的信心跟耗耀心 有些人看到佛菩萨他会很高兴 有人看到佛菩萨他就不高兴 那是个人的缘不同 有人非常非常喜欢观世音菩萨 那你就拜观世音菩萨 有人非常非常喜欢地藏王菩萨 可能我相信你听完我讲文殊菩提之良论的话 我相信你会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 你会通通都喜欢吧 对不对 你才知道每一个佛菩萨都有他的功德力的 尤其这一次我会特别介绍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 对不对 前几天我有讲观音菩萨的感应故事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菩萨都有他的功德力 所以信要心 耗耀心 第二个就是呢 要有正念跟awareness 也有连友会问我说 师父我也知道五界很好 可是我每一次碰到烦恼的时候 还是脾气很重 贪心很重 那怎么办 恭喜你看到了自己的贪心 恭喜你看到了你的称心 学习佛法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好难好难哦 有时候你觉得会学习佛法 不难不难 就在你用心去转念头 进化你的心 举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人喜欢喝酒 对不起 这边是比喻啦 这是茶 比方他喜欢喝酒 对不对 他每天晚上呢 就是要喝一杯小酒啊 我周末的呢 就是要喝一些酒 然后呢酒就喝越多越多越多 可是佛呢知道 酒后会乱性 所以佛在五界里面 就致你最后一条 不可以杀到淫妄酒 为什么呢 酒广义的说 还包含着安非达命 毒品 兴奋剂 还有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摇头丸 对不对 吃了以后摇摇头 什么事情都做了 他也不知道 甚至呢 哎呀 摇了头以后明天 哎呀 I'm pregnant I'm mama I'm mother now 那就完了 所以因为这个酒 会让你迷失 所以佛只好自戒 你不可以喝酒 所以有时候 你虽然说 好我现在发心了 要戒酒跟戒烟 但并不代表 明天你就呢 不会犯 还是会的 为什么 习气 bad behavior 从佛经讲 无量节无量节来的习气啊 会让你很难控制自己 但是不要太在意 再加油 再加油 举一个例子 现在你烦恼有十个 看我的手指 比喻 刚开始呢 你没有听佛法的 哇你的烦恼 非常多 喝了酒呢 还是装酒疯 还会骂人 还会打太太 跟打小孩 谁都吓爆了 可是现在你学了佛呢 受了五戒了 没关系 偶尔还喝一点 本来呢 每一天喝 现在 一三五喝 二四六改喝 什么呢 茶 或咖啡 或果汁 很好 慢慢来 有时候也要给自己鼓励 不要过于不及 那慢慢的呢 你的烦恼就会变成呢 减少了 本来十分的 就变成七分 最难的时候是变成五分跟五分 我明明知道不要骂人哦 你这个人哦 真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本来念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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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现在还会念闺蜜三宝 不错呢 以前三宝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错 慢慢来 慢慢你等到呢 再努力 有时候会忏悔 有时候放声大哭 有时候流眼泪 有时候知道 哎呀我真是见骨头 我觉得为什么又犯了呢 没关系 你也要给自己鼓励 就像你交小朋友 他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你也要给他鼓励 慈悲 也要对自己先慈悲 也要鼓励自己 慈悲不是执着 而是要鼓励自己 说我有佛性 要勇敢地走下去 对不对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慢慢呢你等到呢 你有六念的这个正念 四分的妄念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哎呀我现在开始要发脾气了 为什么呢 我跟那个人很不顺眼 OK对不起 那给我赶快跑吧 离开吧 错开时间跟空间 你比较不会发脾气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以转你的烦恼的 第一个要有信要心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 要有正念跟觉知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要知道自己的念头 不要觉得呢 自己都一定很完美 要接受 我们既然是人 因为过去的业力 就一定有丑陋的自己 但是也有庄严的自己 丑陋的自己 就是跟迷惑的贪嗔之烦恼相应 庄严的自己呢 就是跟什么 慈悲 智慧 怨恨 跟六度波罗蜜相应 那是佛性的显现 我们也有佛性 你现在跟我听经 你也有佛性 但是那个力量不太强 举一个例子 点一盏灯 现在把它那样 Aircondition 风就很大 那你没有保护好你的油灯 风 就吹掉了 对不对 你还要拿手挡着 甚至点输油灯 还要拿这个盖子 把它盖起来 那这个盖子代表什么 你闻思修的功德 代表戒定会的功德 所以要鼓励自己 加油 加油 再加油 第三个是证悟的功德 证悟 你自己好好修持 有透过止跟观 你的心就会比以前进步 想想看 不管你学佛十年跟二十年 对不对 现在的你 比你以前的你 一定更有慈悲心吧 像我来讲 我就改变很多 我没有学佛之前 我很酷的 也很难度的 对不对 可是我学佛以后 是更有慈悲心 更有智慧 有时候 遇到很多冤亲在主 太多的学生 都是用不动明王法 如如不动 我也会生烦恼 老实讲 我也会 但是我会绝照 生了烦恼以后 我会告诉自己 这是空性的 烦恼的是谁呢 不高兴的是谁呢 你要问问自己 但差别是什么 心中有佛法 他觉悟的力量会比较快 就像呢 The reflection of a mirror 就像照妖镜一样 你以前不晓得 现在呢 一升起烦恼 你知道 哎呀 我要调伏我的心 那时候你会更精进 更用功 忏悔 所以这里请大家写 常常发愿 求文殊菩萨 转一切烦恼为大智慧 请写下来 转一切烦恼与逆境 成为大智慧 要常常发愿 求佛菩萨加持我 我碰到烦恼境界很苦 可是请你加持我 烦恼也是假的 我就是因为很执着 很固执 我把它当真的 所以希望你转烦恼 成为智慧 像释迦牟尼佛 在法华经里面 生生世世 佛已经成佛了 还有一个呢 他的冤亲在主 谁 提婆达多 佛都已经成佛了 他还能够障碍佛 那何况我们还没有成佛呢 那表示我们过去 无量节的冤亲在主 是更多更多更多的 但是佛跟我们不一样 是他有菩提心 他可以转 逆境为大智慧 提婆达多骂他 侮辱他 诡谤他 对不对 他更有忍辱心 他更有悲心 功德 永远不放弃众生 所以尊贵释迦牟尼佛 比我们先成佛 但是我们一般烦恼来的时候呢 来的时候就躲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喜欢烦恼 其实我告诉你答案错 什么东西都躲不掉的 好的你也躲不掉 那是你修来的 不好的你也躲不掉 那也是你造业造成的 所以学佛希望你听完菩提资良论以后 要有个宽广的心 去接受任何一种挑战 但重点是你要转你自己的念头 这个很重要 所以第四个方法是呢 除障 remove obstacle and difficulty 假如你觉得 我对佛菩萨有时候有信心 有时候没有信心 我有时候有正念正知有决心 我有时候我觉得用功呢 这个礼拜很精进哦 哎呦我很欢喜 下个礼拜要出差 太多的加班 我觉得我身心很累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方法 点灯 拜佛 绕塔 大礼拜 这个就会灿除你的业障 灿除业障完了以后 你也可以转烦恼为大智慧 我再讲一遍 点灯 发愿 大礼拜 绕塔 拜佛 这个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要想想 常常转自己的念头 转一切的逆境 转一切的烦恼为智慧 我看看今天讲经的进度 或许是今天或明天 我会教大家唱文殊菩萨的赞颂 里面就有讲 文殊菩萨的功德力 就可以转一切的逆境 成为大智慧 所有的缘你是躲不掉的 好的坏的缘都是空性的 你为什么要躲呢 但是难在哪里 因为我们把它当真的 我们很执着 当你会觉得说 它是假的吗 对不对 金刚经讲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对不对 像做梦一样 但是我们常常碰到境界烦恼来的时候 很难把它关成是梦 人家骂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舒服 但是你就可以静一下 念念佛 不管念观音菩萨 释迦摩尼佛 或地藏菩萨 对不对 你想 生气的是谁呢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你问问自己呢 也思维一下 你的烦恼就会减轻 为什么呢 因为告诉你 烦恼本身是假的 你就是不晓得是假的 所以你被它骗了 所以你就更生气 不但今天气 明天气 后天更气 其实 你真笨啊 为什么被气了三天呢 人家都不生气了 你被气了三天呢 所以烦恼是至早的多 请看下面 幻灯片F 为得如是大药王身故 为行诸菩萨行故 视为九地九大院 这里的药是指 佛法是无上大一王 心病还要心药医 前几天讲过 医生护士可以治你的病 但他不能治你的命 病是你的业的显现 但是要改你的命呢 也要从业的显现的根本着手 去忏悔 去积极福德之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听闻佛法 是因为希望我们能够 转我们心中的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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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达